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明,尽在首轮演员,主持,鸣仔 好,各位警钟,各位网友,你们好,我们继续回来首轮演员的第一集的第二节 好,那接着事不宜迟了,应该都不是很够时间,我希望看看能不能15分钟快点讲完 最佳男主角,好,那我就马上讲了,男主角有五个提名名单,包括 彭于硬,黄飞鸿之英雄有望,刘青云暴风雨,黄沥亲爱的,吴远祖魔警,和刘青云的舌情风云3 又出现了刘青云,有两套走出来,包括是暴风雨和舌情风云3 首先我会由彭于硬那边开始讲起,第一个删除了它 为什么这么快地讲呢?因为这一套电影,一来彭于硬不是比较突出 只是一个叫做推翻一个帮会的一套故事 你说这套电影是不是说真的特别吸引呢?又未至于的 第二,如果大家看到王飞鸿应该是一个很正气 左右有牙刷骚,梁欢,朱玉荣,可能是 大家想起可能是赵文卓那一只,或者李年杰那一只王飞鸿的 甚至可能是关大英那一只 但是王飞鸿,这个王飞鸿就完全不颠倒我们所看的东西 王飞鸿就加入了一个帮会,黑帮的帮会 为求报仇,慢慢攀爬上去的 但是这套电影是不是说真的特别吸引好看呢?不是的 对着另外那几个对手呢? 我觉得他是被看得一线的 所以你说这套电影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又未至于 你看上年那套激战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出色的一套电影 我会说是生滚白阿信的 就是说关于一个体操选手的奋斗故事 但是你说彭于衍这套电影的发挥是怎样呢? 我觉得是更加合格的 始终你说打,做打,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打呢?又未至于 你看上年那套激战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接近拿这个最佳南配角 都拿不到,我都有贴他的 但是彭于衍始终都是年轻的 有个优点就是他年轻的 机会大把 所以彭于衍这套就差点了 第二个会西走的不燕祖 正如我第一节说了 不燕祖这套魔境是 是做不到类似徐宝谷的那种魔性 个人来说 始终他是正好做一些类似 高圆圆和顾天朗的单身男女 那些主要是黄老门的角色来的 你说他做这些警察 由中面奸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又未至于 演技需要再提升 所以魔境不说了 反而再说 唯独是 会和刘青雲一起争的 就会见到 涉听风云 sorry 王渤 亲爱的 刘青雲的涉听风云3 和暴风雨 个人来说暴风雨 虽然没看过 但是影评人 得出来的feedback 就是比较帅些 加上他可能和王晓明那些 做的戏不算太配合 这一套又是一套合拍片来的 所以 你别说我经常说 冲着合拍片就是合拍片 合拍片不是说一定差 但是合拍片 你总是说的 很大机会做到 左右不是人 除非你拍一些 中港融合的片 所以 暴风雨这套戏差点 反而 刘青雲的涉听风云3 会提高的善叠 王渤的亲爱的也是 刚才也说过亲爱的 赵薇的戏是很厉害的 王渤这个 同期的那些 徐珍 这些角色的人 都是一起上的 这个演员 在电视界 已经很幸福盛名 在影视界 都越来越都很厉害 甚至乎 我觉得 他是和王渤明同等级的 这套戏 他做得非常出色的 他做 做爸爸那种 找儿子 甚至是去查考 究竟我儿子的下落 他是做得比较 淋味尽致的 所以我觉得 亲爱的 是 绝对是有机会的 对面 还有个刘青雲的涉听风云3 我个人来说 涉听风云3 刘青雲做这个 叫做奸的角色 做得非常之好 因为她 刘青雲的戏路 你说她 是不是真的 那么广阔 又未去到 但你说她做到一些 那些大癫大奸 那些 我觉得她做得到 昂直的中 她都做得到 如果你说 比较他 另一套暴风云 涉听风云3 的机会一定是高 过暴风云 另外涉听风云3 和1、2集 刘青雲在3集的 发挥都非常出色 记住1、2、3 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3集 发挥得很出色 我觉得刘青雲 如果面对着这架对手 是绝对有机会突围的 所以 个人来说 黄渤和刘青雲 是比较突出一点的 反而刘青雲 我也是撑本土 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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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青雲的涉听风云3 的机会比较高一点的 好了 那我说完最佳南佩国 其实应该说南佩国 先说南佩国 不要紧了 那我们都继续看了 最佳南佩国 就看到有一群人了 又有一群人了 先看看 王宝强 一个人的武林 林雪 洪文 吴曼达 香港仔 方忠信 真光 涉听风云3 第一个世走的应该是王宝强 一个人的武林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王宝强的电影 王宝强 很适合做一些傻奸奸的角色 但是一个人的武林 他是和恩子丹做对手戏的 他也是武功很高强的人 扮一个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高 有功夫弟子的人 因为他是和尚 是不是叫和尚呢 出家人 叫做是不是 出家人 就是有个法号的 他做的戏路都是傻傻奸奸 就是很忠直的 狠狠的 由他中国其中一套禁片 盲井 他做一个 就是想找工的 做抗工的一个小朋友 差点被人陷害的 这套戏我觉得他 按值得来很好看的 他真的出到那套天下无策 甚至乎 他跟徐真拍《人在鬼逃》 后面很多不同的戏 他都越来越站稳 这个一线的明星的位置 不过 一个人的武林 打而已 如果打得到 恩子丹都拿到最佳男主角 是不是 就是凭叶敏 一个人的武林 很少角色是凭打架 是拿到最佳男女主角 男女配角的 所以黄宝强这套戏 发挥 不是那么高 所以 我会尽量一下 第二个 五万达 香港仔 五万达 看个名字 如果你说评委 要看名字 他真的做得很好 平时 他是做足 导演给他的东西 但你说香港仔 彭浩翔 这套戏 彭浩翔 这套戏是彭浩翔做导演的 我认为彭浩翔 是浪费了五万达 这个角色的 他做一个水上人 转行做一个南无佬的角色 他跟吴嘉莉有感情服善的 但是我个人来说 他跟杨千华 曾志伟 那些演员 我个人来说 他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甚至乎古天乐梁永奇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五万达 始终都是阔别了香港影坛一段日子 回来 都是我觉得 他还需要一两套戏去磨练 你没有老经验 就是说不需要磨练的 就是可能要 適应现在香港那种拍片 就是你不像以前 他做的那些 堵合堵性 甚至跟周星辰拍的一系列的戏 这样的戏路 加上他身体都比较弱 所以你见到他 做的戏 做这套戏 甚至乎他 有份做的摄听风云3 都是比较 就着就着的 这个是我个人观看 所以五万达的香港仔 这套戏我觉得 彭道是浪费的 我不是说香港仔不好看 但是 发挥不是很足够 所以我就觉得五万达 这套戏比较低一点 好 反而 两个摄听风云 我个人说是两个摄听风云 斗临雪 方忠讯 摄听风云3 做一个类似上海仔 因为他纳到整个 那些什么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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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头装 剪到整个盖子 但是他做戏 挺好看的 方忠讯 也是一个香港不可多得的 中楼底柱 但是 我怕 方忠讯和真刚 美源发财的真刚 两个会撞 撞平位的票 所以 这两个我觉得 称高一点 但是 是 会 根据 这样走出来的结果 两个可能会撞 就是真刚都好气的 那 林雪 蛤? 为什么林雪呢? 大家可能会想 为什么林雪这个人 很少拿 錦像奖 金字经奖 就拿过了 就是PTU 印象到好像 林雪 有没有拿过最佳 南配角 那 我一直说一直看 那 就 看到他 我个人认为 林雪是这部电影 做小巴司的东西 他是最能够活现到 这个 沿着 最活生生的角色 就是为什么呢? 如果林雪 如果有看《熊王》的朋友 他是做得比较荒胆的 是搞笑的 我觉得最深刻 就是有一次他拿这些人 由大埔区 走回去 拿油站 拿油 又或者是 拿油 然后入小巴 又或者他是 由大埔走下去 一个人都没有 在那儿跳舞 在那儿躺下躺下 是感觉上是很好笑的 再加上他 拿着把刀在那儿斩 李财心 拿着把刀斩李财心 也不是了 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 所以林雪 在这部电影的发挥 我觉得导演是 绝对尊重他 就是阿陈哥 绝对尊重他的 就是做到的 还要呢 如果 朋友 如果有朋友 深水晶 你会发现他 他开车的感觉 是比较有趣的 其实呢 我都告诉你了 原来呢 有一次访问 他就说林雪 是不会开车的 那为什么他做到 会开车呢 那这个都要全靠 陈果日功劳 做到好像都会开车 那样 所以大家都看乱 如果是 即是 红人多数是 彈多一点 赞少一点 但是如果 如果真的看电影 各有特色 你刚刚说了 魏英雄 甚至是林雪 我觉得他是 有机会 跟魏英雄 双双攜手 拿最佳南美配角的 好 那这里我就 好 暂时说到这里 好 南配角那里暂时说到这里 好了 还有两分半钟 很快说完最佳电影了 是不是最佳电影 是最佳电影 好 事不宜遲 先说完它 那提名名单 就包括这个 红人 香港仔 《黄金时代》 《亲爱的舌听风云三》 最佳电影 这些都是有时候 是输 即是按太公分猪肉 他已经是输了一些 主要奖项 可能是 当是一个安慰奖来的 那个人来说 今次 今年的 那个 细菌滴滴 那我个人认为 《黄金时代》 会是 许安华拿最佳导演的 所以 他最佳电影 我觉得他会拿 《黄金时代》 拿了《男女配角》 昂分猪肉 分了之后 没有了 《四点风云三》 我觉得《陆青云》 有机会拿 影帝的 又或者 参加最佳 拿了这个 有机会 《男女主角》 都拿的 即是照明黄伯 所以 《七除八擦》 我个人认为 是香港仔 有机会拿到最佳电影 因为今年 也是 合拍对本土 本土 如果没有纯本土片 省眼看 就看到是 《红文》和《香港仔》 《赛听风云》 有周信 也有些 合拍 甚至《黄金时代》 和《亲爱的》 是内地片 所以 个人来说 归于本土化 个人来说 应该是 香港仔 会 比较 出色一点 所以个人来说 香港仔 对了 我真是按太公分鼠肉 因为我觉得 五部戏 太接近了 所以我个人来说 就应该是 香港仔 OK 那就 是这么多 看看时间 14分32秒 差不多15分钟 好 今集的时间 我就觉得比较急 如果觉得 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 有什么特别意见 欢迎 欢迎 上来 Facebook YouTube 或者 在通识流的Fan Page 上来跟我沟通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希望第二集 可以做到一个星期一集 不知道是Part 2还是第二集 这个 好 我是鸣仔 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 再见 只请 仁仔